下午我也很高興 能夠跟他們去看一場棒球 我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場球賽 重點在哪裡 第一個是勇士隊 勇士隊的第四棒 Oslo 他就是目前在美國大聯盟全聯打王 已經打了42隻 他超越了大股翔平兩隻 但是用絕對數值來看 也不盡公平 不過整場球賽看起來是非常精采 要準時搭刀機 前往八爛會 所以球賽沒有看完 但是我想 千賀放大的投球勢力很強 只要讓他繼續投 投久一點 大股輝隊就有可能贏 簡單跟大家做一個對這場球賽的講評 就是我們1969冠軍的時候 董教練 因為我們球隊是1962年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就是陽姬 還有道琪 一個銀具 道琪後來搬到過去有名的選手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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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可能有一點印象 看到這個畫面 因為我們這個球場 運作到2008年 那我們台灣日其實今年會是第18年 我們第二屆台灣日是2006年的時候 在Sever Way 41 Sever Way 就是直接是錫佛路 41號的意思 球場現在的地址就改成這個樣子 紀念牌 那Jack Robinson 我相信大股一定知道 第一位非白人的球員 就是全大聯盟都退休的一個背號 那我們待會 我們再會在大廳呢 跟我們做更多的簡報這樣子 關於他的一生啊等等 然後好像拿到了冠軍 然後打亞洲職工大賽 打得太好了 回來直接上大聯盟 所以很久不見上大聯盟 後來因為他太喜歡台灣了 他又回去台灣一次 又繼續台灣這樣子 對 他是蠻特別的一個啦 他對台灣特別的 現在不見了 J.T.Roberts在前面 這個大門就是有點複 本只要50Cent 現在一本18塊 漲蠻多的 物價漲蠻多的 但當時就是一個BABY 這個球隊的新成立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1969年的 世界大賽的冠軍界 還蠻漂亮的 現在的更誇張一點 上面還有鑽石 對 但是現在的更浮誇了 現在是整個都是這樣 1986年 那上面又寫那個 世界大賽 對對對 然後旁邊基本上是秀 Word Champion 最早之前的朋友是展這個樣子 以前這樣很熱 而且很重 就是球迷很喜歡的一個 一個玩樂 那我們每年投票 我們全大聯盟投票 我們都是全三名 就是球迷喜歡的那個 機箱目 人家會喜歡的 嗯 好 好 好 最高級的 第一個 最高級的 好 好 мел 香菇 蝦肝的你還有西伯5個鳥 這個… 鵝的鵝 然後要開始曬山 晒曬山 動態的乾杯 乾杯乾杯 好一二三 乾杯 乾杯 那個… 這是它的轉業 來送你一個東西做雞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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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厲害了 大聯盟的營養師 等一下要下去幾下 跟球員在一起 我們再往前一點 這樣不會那麼急 謝謝 謝謝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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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中間 賴清德副總統 在紐約大都會的球場 由駐美大使蕭美琴陪同看球 那他們兩個的一張背影照 瞬間就有上萬人 按讚 那還有人提出所謂的賴蕭沛 那基本上蕭美琴是非常優秀的政治工作者 在外交上也替台灣發聲 在美國贏得最有影響力的駐美代表的稱號 所以如果賴清德選擇蕭美琴擔任副總統 當然是一個非常加分非常好的選擇 蕭美琴當然是絕佳的副首人選之一 那從民眾按讚的速度來看 這也非常符合主流民意的期待 不過就我私下跟蕭美琴大使的了解 蕭美琴她是希望能夠把她的心力放在為台灣拼外交這件工作上 對於擔任副總統 坦白說她是千百個都不願意說出口 我不要說她不願意千百個不願意說出口 所以是不是會有賴蕭沛我覺得尊重主事者 不管是賴清德我們總統候選人或者是蕭美琴大使的意願 另外一方面民眾的期待對於政治人物來講 當然是感受得到的壓力 那另外在賴清德本身主帥民調領先下 她的副手的選擇當然可以很多的考量 蕭美琴絕對是最佳選擇之一 但不會是唯一了 所以我們昨天看到蕭美琴大使陪同賴清德副總統 在大都會球場看球的相片引起轟動 一方面替蕭大使高興 他非常的有人緣 非常的有聲望 但另一方面 我相信美琴的反應一定是 哎呦不要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認識的蕭美琴 那我們祝福蕭美琴在外交工作上 為台灣有更好的表現 至於下一步我覺得尊重主事者 不管是賴清德我們總統候選人 或者是蕭美琴大使的意願 賴清德副總統日前接受彭博新聞訪問 清楚闡述對於國家的願景 以及未來將如何提升國際交流 確保區域和平並展開經濟合作 這篇訪問今天刊登在彭博新聞網路 及電視台上 也成為下一集彭博商業週刊的封面故事 總統候選人要帶領國家 就是要把國家立場講清楚說明白 曾如賴副總統所提到的 台海的問題嚴肅且複雜 必須以理性穩健的態度來面對 讓國家能在區域變局中順利往前走 他表示未來希望國際社會能正視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跟國際陣營追求共同的價值 台灣很樂意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而彭博新聞報導內容也提到 賴副是最有可能贏得這場選舉的總統候選人 未來將自律加深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 維持台海的現狀及穩健的提升台灣的安全